我们欢迎王子出场 你怎么会那么害羞的感觉啊 好潮哦 我想问一个问题 这个今天你这一身的打扮是自己的吗 珍藏的 珍藏的 全部翻出来 平常没什么机会这样穿 对 对不对 哇 你看耳朵 这个耳骨上有两个洞 耳垂上 那是真的洞还是夹上去的 是真的 我刚刚讲其实是我们以前对这个搬家业的一个印象 就是搬家的都好像就是随便穿 有时候也不穿衣服 然后就哇 为了秀身材可能会脱衣服 你是说他们还是你 我 你有在练 还是说因为搬家才变状 不是耶 平常自己有在练 可是这个人一出现让我们对搬家这个行业 好像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所以现在的搬家行业已经非常的有系统组织规模化了吗 对 它算是服务业了 服务业了 是 我们先请她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各位美女大家好 我叫蔡博安 我181公分72公斤 金牛座A型 那目前从事与搬家职人的工作 谢谢 好 当然 你有一张卡片要交给我 跳家关哪 今天的命中率还挺高的 好 所以我们请她开始自我介绍 啊 讲过了啊 不想打人家了吗 这顺势一搞搞乱了啦 各位女生 请你对王子的第一印象 做出选择 请问为什么灭单 爱丽丝 她长得有点像我的前男友 而且笑起来很像 所以 你的那个样子 心里有阴影吗 会有 会有一点 叔叔 年纪太大了 就是我觉得大我太多了 贵根 我二十岁 一鸣 我太晚来了 你早一点来 她还没有成你 你以为你们中间差这十二岁 会改变吗 还有没有什么人要告诉我 亮灯的朋友 Ashley 我觉得这个王子她很上进 因为现在很少有年轻人 肯去做这种吃苦的工作 所以让人家觉得说 很想跟她多认识一起 很赞 感谢Ashley 感谢Ashley 其实 没有起始啊 我也没有那么年轻 没有 可是这个工作真的算是比较辛苦 蛮辛苦的 现在很少有人会想要做跳舞 我想请问一下 你做这个行业多久了 快三年 快三年 那一开始 就是就这样硬班 平常有在运动 所以搬家对我来讲算 算比较快入手 未来有什么其他的发展吗 其实搬家算是兴趣 然后呢 搬家在客户的眼神可以得到笑容 就觉得有自己付出得到笑容 就觉得很开心 那专场是餐饮才对 那我从事餐饮大概十年 将近十年的时间 意思说你现在是有两个工作 是不是这样 没有 只有一个工作 未来 未来的出路 应该还是会回到餐饮 哦 因为没办法搬家搬一辈子 而且我刚刚看那个资料 现在你除了自己要去搬以外 你有代替公司 好像做一些形象啊 或者是宣传类似的工作 是这样吗 就可能真的是比较闷骚 所以比较爱漂亮 那会比较注重形象 可能衣服会有一点破洞 还是字有一点裂调 我就会换新的 那可能形象还不错 你说你个人 还是你在帮整个公司打理 我个人 那也会提起同事啦 会提醒他们 那所以算是今年度的搬家大使 这算荣获 是贵公司的还是说 比如说台北还是 全台湾的 搬家大使 搬家大使 好 还有没有什么亮灯的朋友 想要给他一点建议的小乔 他刚刚有一直强调 他是个性比较闷骚 然后是 然后我刚刚有听到他是A型的 因为我也是A型也是很闷骚 所以我知道怎么解开这个 闷骚的那个 你要解开他 闷骚之谜是吧 哇 这听起来 火力很强 他要解开你闷骚这件事情的谜底 好 我们大家 进入网址的生活 我退伍于宪兵机车连 因此保持了运动的习惯 平时喜欢高尔夫球 羽球 排球 跑步 特别喜欢的是 攀岩 虽然我的工作是比较动态 那也喜欢激烈的运动 但是唯有心里的一面 平常像是煮菜啊 做饭啊 煮咖啡 那最特别的兴趣是听古典乐 有空的时候都会去听音乐会 我喜欢高挑有气质的女孩子 可以的话 希望我今天可以帮你搬回家 搬回家 不费吹灰之力 哇 你是一个综合矛盾体 喜欢的东西 很相对 运动的啦 运动攀岩 各种球类 矛盾我觉得对我是一种称赞 哇 很爽的感觉 好 刚刚灭灯的 Ashley 我是一个非常有志志之名的矮冬瓜 所以 你不能帮我搬回家了 不好意思 哎呀 你像你这个高度 他只要剪就可以回家 他有说吗 他有说他要升高 高挑有气质 你180 181 181 你的理想升高 躺着不要比我高就好 这个也太情色了吧 他在讲什么 我以为在秀场才会听这种笑话 躺着怎么比你高啊 女生怎么比你高 你想跟男生比是不是啊 这个18禁吧 你不知道在讲什么 对 你就 你老实讲 譬如说我希望160或165以上的 也比这个躺着不要比我高好啊 好啦 那个 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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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了这回事 我忘不掉啦 我刚刚又没有要夸赞他老实又诚恳 但 sorry 刚刚你刚讲那个话真的 对啊 你怎么会突然冒出那么一句很奇怪的话 因为我长得震惊 所以你要讲怪话 你以为你长得震惊就可以讲这种笑话 是不是 对于刚才你讲的笑话 有没有什么解释的 没有了 黄梓的推荐 大家好 我是博安的大姐 那现在虽然他在裁妆工作 可是他对家里的交付都没有减少 像我们之前还住在一起的时候 只要他在家里 他都会上门准备晚餐 而且还会帮我带便当 那他真的很神奇 因为其实明明他那么斯文 还做那么粗重的工作 而且还坐到主管的位置 他真的很不简单 那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真诚 贴心的男孩子 那请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 不是选我选我 是不必要选他选他哦 请告诉我灭灯的原因 我很喜欢那种害羞 然后腼腆的男生 但是我希望他可以声势一点 我很怕那种突然 你希望他怎么样 就是我喜欢声势的男生 我很怕那种就是很安静很安静 突然冒出去很可怕的话 我会被吓到 你会搞不清楚 这个人到底什么状况 对 我会觉得好像变态那种感觉 对不对 这前面是不是都是假的 那我想自白一下 好 来 给你一个机会 我可以是小绵羊 但我也是大野狼 我跟妳讲 你这不叫自白耶 我比较 你这叫自首耶 我比较自白 我不能吃 变大野狼 我跟你讲 我问你 譬如说你 喝酒 喝酒不会 我个人认为 还是不要让他再说话 不是